不過剛才的情況是如果一出局 還有高位犧牲打的機會 拉回來打穿了 今天的英雄是林書一 他敲出了再見安打 幫助忠信兄弟隊在九局下半 突破了漢將終結者曾俊瑞的防線 是能夠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 恭喜忠信兄弟隊 在這一場投手大戰當中勝出 林書一的再見安打 打回了這場比賽唯一的一分 就在九局下半 沒辦法 三次的保送 加上林書一的這一支再見安打 是能夠讓富邦漢將 這個輸球 那忠信兄弟隊拿下勝利